你不看闖锋电影 永远不知道猫取名字能有多厘谱 现在我们老板不是搞什么会员登记吗 我人都看晕了 我们俩124个命路 我身上的花花74个逗的 我甚至得加手机号才能区分它们 9543的咪咪妈 你的猫写好了哟 而如果不嫁的话 我的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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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家常取些名字 它就是异谱你知道吗 什么油条花卷的小年糕 已经不能彰显 吃货我们的特色了 人直接叫它的猫 飞鱼罐头 我很难想想 如果猫知道了飞鱼罐头的含义 它会是什么感觉 我记得是这个世界上最粗的东西 其实吃货也就是 属于个人爱好吗 但那种碰瓷的 是真的很难接受 你比如我们店里 有一个叫张德帅 有一个叫张德美的 然后每次打电话叫他们来接猫 画风是这样 你好 长得帅的爸爸 你的猫洗好了 哎呀 长得美的妈妈 又来了 哦哦 你想让人家就直说了 这样真的好吗 但这又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 上次我们店里 拿了一个巨牛逼和拙友去 那画风 你好 请问是巨牛逼的爸爸吗 你给他洗好了 然后我看着拙友前 轻轻反复思考 要不要给他的妈打电话 哦对了 在这里跟各位粉丝请教一下 如果一个猫咪的名字要窝 我应该怎么给他爸爸打电话 怎么不能叫我的爸爸